中国邮政储蓄银行为创业者提供全方位金融服务 中国邮政储蓄银行进步与您同步 创业英雄会汇聚创业理想 各位好欢迎来到今天晚上的创业英雄会 优秀的创始人 如果想要跟我们的投资人在现场达成签约的意向 必须要经过层层的考验 不知道今天晚上的各位创业者们准备好了没有 那在我身后有12位投资人 他们已经准备好了 欢迎他们 今天晚上为大家请到的两位创业驻战团的嘉宾是 国能中电能源集团有限责任公司董事长白云峰先生 复旦大学中国风险投资研究中心主任张路阳先生 欢迎两位 创业英雄会栏目由中国邮政储蓄银行独家冠名播出 中国邮政储蓄银行普惠万家成就梦想 我们第一个要向大家展示的创业项目呢 跟我们的生活息息相关 我们都知道这个垃圾可以变费为宝 但是垃圾分类到现在没有在全国普及 接下来这个项目能不能解决这个痛点呢 每天伴随着人类的品质生活 随之而来的是数量巨大的生活垃圾 据环保部发布的消息 2015年全年 北京的生活垃圾产量为790万吨 而值得注意的是 如此巨量的垃圾之中 至少有30%是可以直接再生利用的资源 却因为前期没有合理的分减分类 导致再生利用的工序增多 成本增高 不仅如此 由于垃圾的混合不及时轻运 有些时候还会带来一些特殊的问题 避免资源浪费 净化生活环境 这两个原因 让我走上垃圾分类之路 我们所有人都应该生活在绿色健康的环境中 每个人都应该享受鸟语花香 自然芬芳 我是沈凤萍 请支持我的垃圾精确分类 大家好 我是沈凤萍 今天带来的项目是垃圾精确分类平台 提到垃圾 大家可能会嗤之以鼻 但是在我眼里 那可是保障 今天在这里 我想提倡一个概念 垃圾 大于 等于 钱 但是为什么在我们生活中 垃圾还是垃圾 并没有成为资源呢 主要有以下几个问题 第一 分类收集很困难 居民没有分类的意思 第二 分类后处理困难 第三 体会不到小处和作用 所以分类很难持续 针对上述行业痛点 我们提出了我们的垃圾分类解决方案 以资源形式购买垃圾 对一幅垃圾 我们在小区设置了 变非围保亭和智能垃圾箱 进行回购 居民只要正确投递 就会获得相应的碳积分奖励 第二步 垃圾就地变非围保 在小区或小区周边 进行就地处理 主要通过生物技术 快速转化成为动物蛋白 营养土和燃料 我们在每个小区 配置一个安装有智能终端的 合作门店 向居民提供分类后服务 居民使用账户内的碳积分 可以优惠购买产品 甚至免费获得产品 今年5月 我们在浙江一个 1500户家庭的小区 进行了试点 经过近两个月的运营 90%的小区家庭 成为我们平台的用户 我们的盈利 前期主要通过 智能设备的销售 和提供相应的资讯服务获得 在垃圾分类上 我们有幸找到了一条 可持续的垃圾治理之路 我希望让城市更洁净 中国更美丽 本次融资1000万元 计划释放股权5% 谢谢大家 欢迎随风银 欢迎欢迎 来 新龙麦子的王雨桥 抢头成功 王雨桥 现场告诉我们 他的融资额度是多少 1000万百分之五 1000万百分之五 这个垃圾处理 这个是一个特别好的生意 商业模式来讲 也是一个很持续的 国家不可能不花钱处理垃圾 那会臭死你的 好 那我们还得继续 给其他的投资人 做进一步的解释 就是这个分类的习惯 你怎么让他们养成呢 一个人就通过 那个小区里面的 这个志愿者 不断地向居民进行引导 不不不不 我不能想象一个志愿者 24小时站在垃圾桶的旁边 检查每一个居民来扔 居民不是不愿意分垃圾 只是说看到 我分了垃圾之后 最后这个垃圾又被混合了 又没有真正的被利用起来 我们现在是很有亲和力的 在公园里面 一个角落里面 没有任何抽味 没有任何排放 没有污水的这么一个场所 直接快速地通过8小时 直接给你转换成为 这个动物蛋白和那个营养土 这个是我们自己的 投资的一个技术 祝你成功 来 我们进入下一个环节 马上进入项目诊断环节 先问问云峰吧 因为我也欠过很多项目 很难在这个处理 这些垃圾的问题上 找到一个盈亏平衡点 如果那量达不到一定点的话 现在没有一个 我现在没有看到一个好的技术 就是说 在少量的情况之下 还能盈利 因为对处理这块东西 对我来说 我只做到分类和 为分类后的用户提供价值 我们的技术是 我们相当于把 你的有机废气物里面的 蛋白和脂肪给你拿回来 就是说我们整个在处理的过程中 是没有废水的 张老师觉得这个项目 您评价一下 你讲的垃圾的精确 你是精确到什么程度 今年的三月份 博物院转发了一个 要求强制分类的文件 它把一辅垃圾 可回收物 有毒有开垃圾 和需粉烧垃圾 四类的标准来进行分类 所以我们现在说的分类 并不是一样一样 分得非常细 很难实施 我问一下咱们的投资人 咱们的投资人里 曾经投过垃圾分类 分检项目的这类投资人 举手示意 我看看 好 我毛雨桥也投过 好好好 我问一下 关口资本的吴志勇 投过几个 我投过一个 做垃圾综合处理的一个项目 我们还建了实际的工厂 在投这个项目的时候 很多年前 我还考察过 中国很多的垃圾的 焚烧厂 填埋厂 堆肥厂 很多的这个垃圾的 社区分类分检设备分检厂 所以对这个垃圾的行业 我还是比较了解的 所以我对 王雨桥这个抢头 我觉得还是有点诧异的 因为他根本没有讲清楚 他是做什么 就是他只讲了一个概念 说分检 又想物联网 智能垃圾箱 什么激励机制 这个都是虚的东西 你这是男性思维 女性一般都靠直觉 谢谢各位 马上进入投资谈判环节 别着急 既然已经有人抢头了 我们可以把这个展示的环节放到现在 再让各位投资人再看 我在这边的话 就是通过我们的手机来展示一下 我们的用户如何使用我们的这个平台 好 来了 大家可以看到 我们是为用户提供了一个回购宝的一个软件 这个软件呢 主要是现在是两部分的一个功能 主要是来使用我们的这个一幅垃圾箱的 因为我们知道 大家都不愿意把一幅垃圾是放在家里 因为这个东西是要腐烂发臭的 所以我这里正好拿了一个 我们箱子上面的这个二维码在这边 我帮你一下 来 好 那我们只要把二维码放在我们的这个扫一扫 反应这么快 那个界面里面 那大家可以看到 这里面就显示扫码开箱成功 把一幅垃圾丢到垃圾箱里面去 所以这个二维码是放在垃圾箱上的 对 你扫码一成功 对 箱子就会打开 您丢完之后 箱子就会自动会关上 然后对一些老年群体的 我们也提供了这个实物的卡 可以来刷 然后对一些可回收物 我们可以看到上面有一些大的分类 下面呢 我们可以直接进行现场的回收 比如说我们这里是对就医物 那个 对对对 这个就医物估计是一家人都有 一鸣老师 您能不能做一下我的model 我来给您给您拍一张照 然后我们点一下发布 发布的话 它整个那个这个回收的信息啊 就会推送到 根据推送到物业或者周边的这个回收人员那边去 然后他们就会给您来联系 来上门回收 上门回收 对 因为我们希望居民是想把家里的可回收的东西 纸板枪啊 塑料这些东西 把它在家里面给规整起来 然后传承一定的量之后 由回收单位来回收 没错 而是不是把这个东西丢出去 对 一旦丢出去不会混运 因为垃圾一旦被混合之后 后面再奔 奔不了 所以这个上门回收的人员 也是你们公司的人是吗 不是 我们要做的只是把垃圾变干净变干 所以我们主要收大家的不要的衣服垃圾 然后呢就是说 上门回收 我们主要是通过现有的这个回收体系 只是把它们内置在我们的APP的这个平台里面 客户发出请求之后 我们是把这个信息给到这个回收员手里面 帮助他们来预约第三方上门回收 明白了 自己来定价 好 来 各位投资人 对这样的项目是否有投资意向 只是投资意向 各位请表决 好 我仍然要先问一下志勇 不是 因为我觉得 他做得太浅了 就是跟他现在讲的就是解决一个回收 解决一个居民的一个环保意识的这个教育 我觉得这个在我来讲是觉得这个价值不大的 这是个体验的话 就是你体验不好就反倒是起到相反 对这里面就有一个矛盾的事情 就是第一个我们希望把体验好做好 因为我们自己也是说物联网 第二个呢就是说 你的应用门槛如果过高的话 你相当于你的普遍的适用性就没有 所以我们做APP只是为了应对这个年轻群体 然后我们的卡主要针对这个年纪大的一个群体 而且他们的对社区的这个中年群体的带动力很强 我认为啊尤其像以这个志勇为代表的 根本就没看懂 还是人一语条说实话 毛种意义上有点眼光 你们难道没意识到有大量的垃圾的这种像包装物 还有一些就是中国的包装是极度过渡化 就是极度冗余的 为什么呢 因为我们电商太发达 其实哎 这它实际上成为了一个什么呢 就是一个反向物流的入口 有效的获取用户的反向物流 我这个真是超级不同意 这个高朋友是瞎说 我家也有餐厨垃圾 也有那些各种各样的一些垃圾认的需求 我家的老人 他有什么样的一个动力 说我要把这个东西分类分好 给你扔到那里面去 你提供一个小人小会 我觉得这个不足以推动这个产业的人的 这个马上就产生这个痛点和刚性需求 我当然我认为随着居民数字的这个提高 它并不是一个痛点 它未来会成为一个居民自身的一个诉求 我觉得这个挑战确实很大 它既兼顾了 既要去考虑这个数字教育 还要去考虑硬件的维护 还要体系的经营 可能还有很多合作伙伴的维系 我想问一下 这得多大的一个团队才能运营得了 我们现在大概协作的公司有15家这样子 如果你能很好的去利用和加接政府的资源 跟政府去合作来做这套系统 可能就会简单很多 你说说你在宁波那几个试点的小区 有没有得到政府的支持 有支持是有支持 但是现在是这样的 就是我们的情况是现在很多的这个 原来我们跟社区物业打交道是很难的 但是政府它的支持可能是在它的高压的这个垃圾分类政策 刚刚白云峰白总 吴志勇吴总 他们讲都对 就是说终端这个回收是非常比较难的一件事 政府现在对我们后端的垃圾厂进行补贴 政府应该考虑一下对终端收集也进行补贴 任何可持续可成长的模式都不是靠政府来补贴的 要靠它自己的商业市场行为才能 不要老盯着政府 余总说我们所有的企业都不要老看政府 要看市场 但是你得看什么样的事 有一些涉及到公共资源 公共基础设施 还有大环境建设的 有的时候是带有政府导向性的 我的意思你完全误解了 关键你要听清楚 我的意思从长期可持续发展 不容老盯着政府的补贴 这一条 好 同一问题理解的不同角度 一千万的融资目标 百分之五股权出让 各位还在亮灯的投资人请出价 如果再加上王宇侨的话 大家对这个项目的认知 还是有很大差别的 余总刚才有个观点 我不同意观点 我都是在补一枪 宇小管它叫中短 其实它叫源头 就是源头分类 就是我们的非有机垃圾的比例过高 无法做事后的分减处理 只能在原端先解决 所以想办法就得支持他们这样的企业 有情怀爱国 我觉得这很好啊 为什么不支持 商业模式不能建立在一种补贴的情况下 死了多少公司都是靠各种补贴的 互联网太多公司了 都补贴补贴 不可持续啊 所以从可持续成长 必须要从市场角度出发 从用户的体验出发 这才对 你要从他们三个当中再选择一位 和王宇侨一起进入下一轮了 有什么建议 听听他们咱们娘家人的建议 我觉得技术背景对你的这个业务的整个支撑非常重要 所以我觉得他们三个里头选一个这个技术背景强的 觉得可能高总 余总可能会是个选择 候选人就选那个高总 高鹏 我知道拉结处理技术肯定很先进的 我选高总 好 同方创投高鹏 新龙脉资本王宇侨进入终极谈判 马上进入终极谈判环节 30秒倒计时 从高鹏开始 准备 开始 我的战略公司接下来一定要拿下源头 拿下这个终端 过程现在我觉得确实不那么重要 所以你要认同我这个 我觉得我愿意与你同行 价值方向 来 王宇侨 30秒倒计时 开始 我们除了在终端的垃圾处理上面有比较好的产业基础以外 我们还投资过家政服务的比较大的公司 我觉得这整个产业链我们可以一起合作 这个我倒觉得宇侨说的靠谱 张老师觉得呢 我也觉得选王总 宇侨 为什么他已经投了个垃圾处理公司马上市 他会带来更多的资金 我们现场的观众 如果你是创业者 这两个投资人 你们会选择谁呢 来 各位 请投票 44比56 最后 决定由你来做 走到两个人中间 倒计时五秒钟 然后得告诉我们答案 开始 我的选择是王总 好 那恭喜王宇侨 当然谢谢高潮 两位请坐 所以我们现在挣多的 可能是需要的一些市场方面 或者资源方面的一些支持 然后王总跟我们讲到了 他可能投过一些 那些物业类的 或者家政类的服务 正好是深入到小区的 那我自认为跟我们的项目 整个会有很好的一个匹配度 假钱的危害有哪些 免疫力下道 呼吸道感染 甚至可以造成癌症 大豆香芬芳舞台 引发众人投资热情 它真挺香的 是很香的 我就先给钱 资源我们就有很多了 这个不用担心 展现互联网物流新思维 实时监控物流状态 更低成本 更快服务 这个铁路运输 跟空运和海运 有什么区别 高价投资人强势入股 能否打动创业者 你知道对你公司的 整体估值差了多少吗 不要人信 觉得这事还得客观地讲 矿业者能否在舞台上 获得投资人认可 又有哪些精彩表现 更多精彩内容 马上呈现 我们生活当中 有很多不容易被我们注意的细节 刚才我们看到的是这个垃圾分类 你觉得随手一扔特别方便 但带来的后果是相当严重的 还有一种呢 是我们离不了的一种 粘合剂 胶 你说什么地方 它能缺了胶的这个作用 应用很广泛吧 但胶里边的甲醛 给我们带的影响 又是非常巨大的 有那么多的这个恶性的病例 哪怕是对健康的不良影响 我们都不寒而栗 能解决这个问题吗 用技术的方法 带来突破性的进展 我们有请下一位创业者 家里新房子装修了 请了这么多亲朋好友一起过来热闹一下 弟弟也从国外赶回来了 哥 弟弟回来了 是吗 好久不见了 那个看看哥新装修的房子 不错不错 这天我们也还可以 怎么了 你那个回来就好 不要哭嘛 这么大人了 哥我不是哭 我这眼睛有点不舒服 我还有点凶闷 怎么了 你那个窗户看大一点 我休息一下先 坐坐坐 我扶你坐 哥你有没有感觉 你的房子 你的空气有点大 眼睛不是很舒服 有一点 没太在意 这个你一定要重视起来 像这个新装修的房子 大家也知道 这个地板 这个家具 都要用到胶水联合 这个胶水里面都含有甲醛 甲醛这个危害性很大的 可以造成人体免疫力下大 呼吸道感染 甚至可以造成癌症 我室内也放了那个柚子皮 窗户也开开了 这是远远不够的 你看看我刚才的反应 就是甲醛严重超标的反应 这个甲醛释放要好多年 那弟弟这样从国外回来 有没有带什么新技术 处理下这个甲醛问题 我这次回来的确有这个想法 甲醛目前可以说是范围广 危害大 我有能力也有这个技术 一定能改变这个现状 让老百姓过上放心的日子 即使前妻不赚钱 自己垫钱 也要解决装修中 甲醛污染的问题 好 哥我感觉我还是有点不熟 你还是带我去看一下 好好好 各位观众 各位投资人 大家好 我是大豆无权交的 项目联合创始人 贵成胜 刚刚大家所看到这一幕 是我们技术发明人 朱景博士的亲身经历 我做的这个项目 与在座的每一位的身体健康 都密切相关 甲醛早在2004年 就被世界卫生组织 认定为致癌物质 所以我们把大豆无权交 作为我们的创业项目 与传统的甲醛交相比 有以下几方面的显著优势 第一 我们以天然可再生的 大豆资源 榨完油以后的豆腹 为原材料 从源头上减少了 对石化资源的依赖 第二 我们解决了传统大豆胶 存在着耐水性差 工艺适应性不强的科技难题 第三 我们这个产品 在生产过程中 没有废水 废气 废渣 是中国第一家 与世界第二家 实现大豆无权交 产业化的企业 我们也是形成了 自己的知识产权体系 先后申请了12项发明专利 其中8项已经授权 由于我们解决了 大豆胶存在的耐水性差 工艺适应性不强的 世界科技难题 所以经过中国工程院院士 以及国家林业局的相关专家 对我们进行科技成果鉴定 一致认为我们达到了 国际先进水平 我们也牵头起草了 大豆无权交的 相关的行业标准 所以我们取得的这些成绩 也依赖于我们强大的 一个研发团队 我们技术发明人 朱锦博士 是美国康纳尔大学的博士后 现在是国家千人计划专家 刘晓卿博士 在美国华盛顿州立大学的博士后 那我本人 本科毕业于东北林业大学 在中科院读的硕士 博士博士后 就我自己 在研究木材交零机这个领域 已经超过了10个年头 所以我们想借着这个平台 借着这个机会 融资500万 出上5%的股份 主要用于技术深度研发 以及市场推广 谢谢大家 欢迎 主持人好 欢迎欢迎 怎么样 这一类的项目 在我们这个舞台上 似曾相识吗 又是那么多的发明专利 又是参与了 行业技术标准的制定 又那么强的科研背景 唯一的区别是 抢头的机会没有了 他们一定特别想知道 我们现场能怎么展示 你这个胶的 又是无毒害 又是这个能力强 我们这个小伙伴 把我们的道具搬上来 我再做一个简单的演示 我们胶水除了环保以外 我们要满足它作为胶水的 一个典型的特征 那当然 就是它沾木头 一定要沾得结实 要满足各样的 国家标准的要求 最后做一个简单的演示 这是什么呢 我来检查一下 很正常的木块 我把木块涂上我的胶水 然后模拟这个人造板 一个压力和加热的过程 在烤箱里把它的温度给加上去 然后因为这个时间有限 我提前把它磨好 夹在夹子里夹上 就在这里面烤 烤15分钟 它就沾得很结实 这个是我们做大豆椒 最原始的材料 大豆 中国大部分都是用来炸油 对吧 我们吃了大豆油 大豆油炸完以后的剩余物是什么 豆婆 然后把豆婆磨成粉 就是我们胶水的半成品 那其实一直到这一步 我们都是食品级的原材料 那到这个我们成品 就差一步之遥 有我们的核心的 不含有甲醛的水性高分子 把它加进去 就可以做成大豆椒 所以到这一步 我可以和各位解释一下 如果有感兴趣的 可以上来配合我做一个实验 来尝尝这个大豆粉 是什么样的味道 有没有游泳气的 上来配合我一下 主持人 他们都希望我替他们吃 对 因为他们之前尝试过 各种各样 稀奇古怪的东西了 主持人 来 给你少咬一点 这个比较干 对 少一点 比较干 少一点 要我自己演示一下 有点沾牙 想让他们吃 没有 那个一面吃就特别好 他们把对我们所有的愤恨 都发泄在你一个环节 好 马上进入下一个环节 马上进入项目诊断环节 一面吃了饲料 什么感觉 你们尝完就知道了 它大概很接近豆奶的味道 喝口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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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我们三个人吃了饲料 你们很高兴了 至少人家针对的这个目标市场 我觉得是非常有痛点的 对啊 其实我觉得特别好 这是一个综合利用项目 用这个再生资源来做这个工业量级的这种东西 我觉得很好很好 我深不痛觉这个家里的甲醛 对人们的这种健康影响 我原来在上海有个很好的朋友 高高兴兴地给我好多年开车 好不容易说买了套房子 开始装修了 再过几年就去找他 就得了白费病去世了 所以我觉得对这个家具里的甲醛 我觉得特别愤恨 就这个项目本身 我觉得就一个疑惑 就是你做出来的这个胶的成本 那个价格和现在传统的做的那些胶的价格 有什么优势还是贵一点 现在市面上就是甲醛释放越低 价格越高 那我们室内用的好一点的胶水 好一点的品牌的地板 好一点的家具板 用的胶水是3000块钱一吨 我们的胶水在5000块钱一吨 那这个胶水经过什么国家的第三方检验啊 我们这个胶炼剂有一个国家标准 它是要小于350克每公斤 那我们的检验只有15克每公斤 现在市场上有订单了吧 有 今年我们的订单价在5000万左右 今年5000万 好 去年1100万 今年5000万 来 感谢两位的项目诊断 马上进入投资涵盘环节 对这个项目有投资意向与否 各位投资人现在请表决 好 谢谢 来两位 两位灭灯的嘉宾用简短的理由告诉我们原因是什么 我主要是考虑到这个后期的知识方面 我觉得可能力度还不足 类似的项目以前我见过 后来发展的效果一般 也是用大豆吗 对 也有这么强的技术背景吗 也挺强的 那唯一的区别就是没有上过创业运行会了 是的 好 就一个重要的问题 就是你们现在和市场上其他家的这种大豆胶这种比较 或者同类型的比较 你们的优势在哪里 我们解决了大豆胶传统大豆胶耐性不强的问题 现在一线的品牌 主要各位在建材市场能看到的 什么无权添加大豆胶地板这一类的 一定是我们做的 别人还做不到 这就举个简单的例子吧 我想问一下 你也做了那么久的一个研发了 也有一些应用开发 所以你能讲一下你现在最大的困难在哪里 第一个方面就是技术本身 在工艺式引擎这方面 还是要离传统的甲醇胶有一定距离 第二个就是我们这个胶水的成本 我们刚出来 那我们觉得这个东西好啊 我卖六千七千肯定是有人买单的 但是实际上市场不是这个样子 这几个方面也影响到我们的发展 这个实验算做完了吗 里边的东西能拿出来吗 应该能出来 还真挺香的 是很香的 有没有像滑腹饼 大概是这个样子 我现在用手试着破掺一下 看看行不行 确实不行 手工的强度还是够了 对因为我们在一个整套的展示的话 还会搞一个电饭锅 水浴锅 然后这烤完以后放在锅里煮 再表证它的耐水性 然后呢我又看到你公司 大概现在有五百万的这个银行的借款 然后你现在的融资额呢大概又是五百万 其实一个不上不下的一个状态 我想了解一下就是这公司整个这个财务状况目前是一个什么样的一个财务状况 我们主要用在市场推广 说实话五百万也足够了 只能是大豆吗 可不可以比如说花生什么之类的 我们现在也在开发 除了天然的物质 除了这些大豆 淀粉 木质素 就是我们造纸的黑叶 是吧 那个丹铃胶 烤胶 有些那个素厂搞下的烤胶 这很多种生物质材料 我们都在研究 现在有一些很好的进展 将来可能不一定就是大豆了 是这样的 好 五百万的融资目标出让百分之五的股份 各位还在亮灯的投资人 请出价 海冯资本赵建海三百万 当后资本吴志勇三百万 新闻卖资本王笔潮两百八十万 奥资本欧光要两百五十万 大家对这个项目的估值其实差不多 那你呢 要选择其中两位进入下一轮 或者是 你现在就拒绝他们所有人 不跟他们合作了 出价太低 我想问的问题就是 除了在管理团队 财务这方面给我们的帮助以外 在产业上下有资源这方面 各位能不能给我们带来一些资源 说实在的我觉得在产业上的资源没有 我觉得就是主要的帮助 我就先给钱 你要做下一轮融资的话 我觉得我可以多处理 来解决这个资本的问题 好 奥资本的欧光耀先生 我刚刚也有讲过 我们是投了一个植物机材料的 但是我们的应用方向是在高端应用而用品 那么我想在技术工艺方面 我们应该是可以交流 我可能还是更多的关注你们的技术解决方案 这个就资源我们就有很多了 大家都知道这个家具产业链 都在广东的活山的一带 我们其实相关的项目也有 然后跟他们各地的协会 也有很多的资源关系 这个不用担心 至少说明大家对这个项目的 看到其中的问题比较一致 所以出的这个估值呢也比较接近 那他现在选择两个进入下一轮 该选谁 当然志勇呢我觉得 他做什么事都比较认真 坦率说我觉得你们团队里头 可能缺一个这样的 类似于合伙人士的投资人 就是他真的很热心 张老师呢 前面选赵总 我们跟他意见一样 后面第二个 我建议选这个欧总 欧光耀 因为他透过这样的企业 并且他做的那个 也是属于高端市场 因为你的产品价格五千 一吨跟人家三千四千比 你必须走高端市场 四个投你的投资人里 我还是提醒你 你有权拒绝所有人 也可以选择其中两位 进入下一轮 我选择两位 因为我们有一些信息 可能深入的交流 才能沟通 才能说明白 我选赵总和吴总 好 赵建海 吴志勇 进入下一轮终极谈判 马上进入终极谈判环节 两位 每个人三十秒的时间 为自己最后拉票 倒计时开始 在我的投资里面 我特别是想去寻找这种 有技术突破的 然后通过这些技术的创新 带动整个创新产业链 我们中国产业的一个崛起 刚才高鹏他们说那些 我根本就不同意 所以这个有技术 又有市场 又有需求 然后现在还有5000万的 订单的企业 我觉得很好 然后我觉得我 我懂你们 我喜欢你们 我也愿意去贡献我的 各种各样的资源和智慧 一起来成长 好 可能都挺打动你的 那我们再听听 这个驻战团嘉宾的一件 那我可能建议选 这个赵总 因为他的这个资源 很快可能 为你推广市场 可能起到很大的作用 来 现场的观众 这两位投资人 如果你们是创业者 你们选择谁 请投票 46比54 其实差不多的 跟他们的出资额 成比例 好 会成胜 走到两位投资人中间 5秒倒计时之后 告诉我们 你最后的选择 倒计时 开始 我的选择是吴总 好 恭喜吴志勇 谢谢赵总 当然也感谢赵总 好 再次恭喜你们 希望合作成功 铁路运输 大家很熟悉吧 你说这个货物 在运输的过程当中 如果出现意外 比如说破损 丢失 尤其是做跨国 跨境运输的时候 这种担心是非常常见的 我们接下来 要请上的这位创业者 用一种先进的平台技术 给出了他的解决方案 我们欢迎他 我呢 是来自铁达网的 副总裁 郑爱国 从事铁路物流行业 快20年了 传统的铁路物流 有着自己的局限 同时还受限于 国外物流的壁垒 就事上也相对落后 我们的核心团队 其实都不年轻的 大家都在物流行业 有很多年的经验 都有决心改变一下 物流行业的老旧状态 于是我们凝聚在一起 想打破传统与网络的壁垒 打破落后于先进的屏障 不再年轻的一群创业老兵 建立了有新鲜血液的铁大大网 我们融入互联网思维 优化结构 以互联网及物流网技术 作为核心 建立现代化的物流平台 创造一个优秀的民族品牌 是我们每一个铁大大员工的梦想 而今天我们来到 创业英雄会的舞台 开启我们这些 创业老兵的新真诚 大家好 我叫郑爱国 今天我带来的项目是 铁大大智慧物流平台 作为一种传统的运输模式 铁能运输在呼应界 一直是骨干 但是有些问题也一直长期存在 公文服务单一 业务品类跟种类单一 信息管理化的手段跟不上 货物在物流期间 客户是没有办法及时 健康货物的状态的 针对以上的市场痛点 我们研究了一种 领先的技术平台 我们主要有四大核心优点 第一 全程异地化的物流服务 我们以中物铁路为基础 以宁波为总部 我们在欧洲 以德国波兰荷兰 为中心建立本地化的服务公司 我们在海外有自己的仓库 有自己的线下操作中心 以及我们自己的员工团队 我们让国内客户在海外 可以享受到我们的一些特性的服务 第二 我们的拼向服务 我们针对货物较少的客户 提供铁路拼向的服务 为中小企业 节约了大量的时间成本 以及资金成本 第三 信息实时监控 我们在铁大发出界 每个集装箱上面 都装用了我们自己的GPS运维设备 针对大众货物 资金周转慢的问题 我们提供供应链的资金 以及保险服务 我们的愿景是打造一个线上运营 线下服务的智慧的物流平台 我们在铁路拼向这个业务里面 我们是行业的第一名 我们此次计划融资1000万 出让5%的股权 我叫郑爱国 我爱我的股 谢谢大家 欢迎 欢迎 欢迎郑爱国 欢迎 这样的物流平台类的企业 我相信大家也不陌生 而且提供综合的线下的服务 怎么操作 怎么运营 我作为客户端 我能看到什么 能不能让我们体验一下 我简单介绍一下 这是我们一个铁大的网页的界面 这里就是说 大家只要如果你想 你想批货到欧洲 或者你想从欧洲 带批货回来的话 你上入我们的网站 上入网站以后 我们可以看到我们的一个 就是说工作台 这个时候就是我们进入 我们的会员的一个工作台 我们在上面可以新建订单 这个时候我们里面有很多很多的一些 必要的信息 因为这个会涉及到一些官物 海关的问题 所以要求的会比较多 这个时候我们已经 我们的客人就是说 在我们后台已经下了订单 大家可以看到 就是说这哪些订单 我们已经受理 哪些订单是没有受理 那这个时候订单下了以后 那我们怎么来实验 拼箱呢 到了我们那个操作的一个界面 这个平台除了B端客户 C端客户能用吗 我们现在主要是针对B端来做服务 因为会涉及到一个进口曝光的一些问题 是 我本来想给旅居华沙的吴志勇 寄10瓶臭豆腐呢 就不能用这个平台了是吧 因为那个食品内的曝光 清关也是很大的一个问题 所以我也没办法帮你运 就是另外就是我们可以看一下 就是说我们平台上会每天 来显示我们的实时订单 比如说今天我们拼了227票了 就是已经有270个货已经上平台了 稍等一下 这是今天实时的吗 今天实时的 那看来是228票 那就是我们晚上还是有同事在拼订单 还在上班的 对 今年大概完成的营业交易 是6600多万 就是上面这个数字来的 今年我们累计完成的订单 已经是6150票了 马上进入我们下一环节 马上进入项目诊断环节 综合物流的服务性的平台 现在这样的平台据说也要成为风口了 我先理解你这个 就是我们铁路过去全是垄断 反正都掌握在他的手上 等于说你突然冒出来你这一个用互联网 把物流的大数据进行一些经营分析 再配上金融保险 所以用户就愿意 就愿意用你这个 再加上你贴上你的那个传感器 比如说运这个冷冻食物 或者货物到达的地点 那对我用户 对铁路 对所有人都很清楚 是这个系统 对不对 是的 那么你这个系统是你自己在运营呢 还是交给铁路方在运营 比如我们中国的那个铁老大 他本身只做一些 就是说那个搬列的管理 比如从重庆 还搬列到欧洲 他其实不管搬列里面装什么货 他是不管这个事情的 他需要交给第三方的公司 来帮他做一些那个业务的招揽 实际上你相当于你设计这套系统 作为第三方的系统 来搭载这个铁路大的这个 搬运的这个列车 对吧 把很多很多的货 就是说集到一起 然后给他一个整柜 你是负责马货的 对吧 对 你看你这个财务数据 16年40503万 今年想准备1.5个亿 净利润纯利润只有750万 对 等于说现在来说 可能你这套系统 还没有达到规模化的应用 所以的净利润比较低 对 张老师在说 你们公司还有什么大投入吗 现在都花这么多钱干嘛了 就显得费用比较高一点 净利率低一点 那是这样的 就是我们 我们目前在做的事情 还是在做一些铁路的一些 拼箱跟整箱 就是还是靠拼箱 比如说这个 这条货到了武汉 武汉要清关 那么全是靠人在服务 所以我们想打造一套 支付的平台 把人省下来 那就是我们 利润纯利润就起来了 好 那谢谢 出赞嘉宾的这个 进一步的分析 谢谢 马上进入投资谈判环节 将来战略的市场战略布局的重点 是一种跨境呢 还是在境内呢 我们主要的是做 以中欧铁路为基础 主要是做跨境的业务来的 主要是中欧 对 主要是中欧为主 刚好符合我们的发展战略 对 是不是还有投资意向 各位请表决 奥运资本的欧先生 这个灭灯的理由告诉我们一下 可能从这个项目减速 这个社会的跨境电商平台本身 我就可能已经不感冒了 所以这个可能不适合我吧 来第一排左手第二位 麦腾创投的余江洪先生 那个我想了解一下 因为从那个一些财务数据里面 你能不能细化一下 就它的收入结构 比方说从16年15年16年17年的上半年 对吧 已经上半年你预计收入1.5亿 你这收入是指交易 还是指你服务性收入 这有讲究 我们主要全是服务性的收入来的 就是纯粹的你的服务性收入 纯粹的服务性收入来的 好 指挥创投郑刚先生 这个可能也是我要问的一个问题 但是我是比较质疑 你这个应该是你的运费收入吧 不是你的服务性收入吧 我们拼向的服务费的收入应该这样讲 不是运费 其实我是要给铁路付运费的 但是我们在做拼向的这个服务费的收入 比如说我们的货 到了武汉的时候 我们需要把很多很多货 放在一起放到一个计算箱 所以这样的一个收入来的 那你拼向的服务费收入的话 那理论上 你如果再交给铁路局 为什么你只剩下一点点毛利呢 也就是说 基本上铁路拿了你 大概七成八成的收入 其实中五铁路是这样的 中五铁路还是在国家的那个政策 复制下才开始做的 那目前我们每一个班列 都是在政府 每个省的政府在做一些补贴 那目前其实怎么讲 其实整箱的收入是更低 我们整箱的毛利润 大概只在12%左右 那我们拼向的利润率 可以到20% 就是毛利润 大概是这样一个毛利润状况 你能不能说一下 这个铁路运输跟空运和海运 有什么区别 成本方面 效率方面 如果我们现在以欧洲来计算的话 如果铁路运输的话 我们大概到欧洲的话 大概最快我们是16天 就可以到欧洲 但如果走海运的话 到关口的话 大概要到 有的是5天才能到欧洲去 空运呢 空运大概 那空运就是可能 一天两天就可以到欧洲 成本 成本是大概是 那个铁路的两倍以上 坦率地说 在长达几十年的 这个物流的历史当中 为什么铁路的运输 一直没有发展起来 是有它的道理的 就是在跨境运输 它是有它的短板存在 所以基本上都会选择 小件走空运 大件走海运 所以同样的选择的工具 和选择的线路会很丰富 但是如果走铁路运输的话 它的选择的线路 和选择的 这个实际的成员人 都非常的简单 非常单一 我个人理解 它的市场空间 并没有那么的大 可能会有比较大的天花板 我们认为就是说 铁路运输不可能取代海运的 那我们也不可能取代空运 那每一个运输 都是自己的特点来的 看一下你们 整个团队的构架 是不是就是一个 货带体系的一个背景 我们整个团队 创始团队里面 就是我们的创始人 大概也是在 做了很多年的海运拼箱 还看到海运上 已经有这个拼箱了 拼箱业务 中国的铁路通以后 有这样一个很大的生意在 所以说我们就 做了这个整个的 就是说那个 铁路的一个拼箱业务来了 那你们 现在去做这个铁路 是因为你们有垄断性 就是这一条线 只能你们来做吗 我们在货运行业很多年 我们很容易把铁路货运 拼箱做得很好 本身铁路拼箱 还是有个技术性的门槛 比如说我们在武汉 我们在成都 我们都建立了 现象车车中心 那如何把这个货拼好 怎么样到每个海关 我们需要把这个 发这个货 再怎么再分出去 做了这个两年多了 那这个上面我们技术上 已经非常成熟了 而且我们在整个的 那个铁路的拼箱业务里面 大家都知道 我们铁大这个公司 铁路的机遇 是时代带来的 对吧 因为我们国家 你看随着高铁的发展 货运专线的发展 大爆发的时代来了 让你们做大规模 你到底怎么干 那我想我不能用传统的方式 再来做这个物流 所以我必须要平台来做 那平台来做 就是可以把我们 所有的入口打开 那所有人都在我们上面 来拼货 来把我们把整个的 中国到欧洲的这个班列 做得更多 更强 那这就是我们要做的事情 结果完全在 你就做中欧的 做中国最大的 中国最大的铁路拼单平台 OK了 这我觉得市场是足够的 高总啊 也不一定 他过去啊 火车车批 一个车批难求 主要大宗商品 包括煤炭 非常发展 所以根本没有车批 做什么 没有机会做 我们不担心运力的问题 我们反正还是担心 就是我们的业务量 够不够大 当我业务量够大的时候 我相信国家在这个上面的 那个政策会越来越多 至少可以多排几列车嘛 对 来来来 一千万的融资目标 出让百分之五的股权 各位请出驾 他们三个的高中数学 是一个老师教的 这叫等差数链 我想知道的事情 就是我们除了融资 这是一个事情 我们希望更多地 给我们带来一些 金融跟保险上的资源 跟经验 其实我们本身的业务 已经在帮很多客户 在欧洲代售货款所获 这个业务已经做很多了 我们更希望 我们的投资人士 在金融跟保险上 有一些经验 或者有一些资金 给到我们 我看了这个项目 做的就有两点 一个是就你说的 公链金融 我旗下除了有 股权投资办会之外 还有一个公链金融公司 所以以后咱们可以合作 有一个金融平台 但是不是做你这种货物的 所以可能不一定 match你这个需求 那么在其他方面 可能可以有帮助 金融方面 可能还不一定有帮助 第二个事情 就是我们敢做 物流金融的原因 就是说我们货在我们手上 因为货在哪里 钱都在哪里 很多客户到欧洲 都要收30%的 或者100%的全款要收的 就是有的客户 就要我们在欧洲锁货 这个货不要发 没收到钱 你不能够发货 那我们在欧洲 给它锁在那里 所以我们是 如果我们的平台 跟新西化做完以后 我们是绝对有优先 做物流金融的 这个先决条件的 高鹏有吗 现在是这样的 这么大的估值差距 每一个估值差 算你知道 对你公司的整体估值 差了多少吗 所以在这个阶段 回答这个问题 我觉得 让我有被侮辱的感觉 这就叫财大不讲理 知道吗 我还是选那个 威风资本 跟那个谈判谈判 好 那时刻清 高鹏进入下一轮 马上进入 终极谈判环节 30秒倒计时 给自己的基金 做最后的拉票 从时刻清开始 30秒开始 我做过17年的财务 和投融资 所以对这个 股权投资 债券融资 包括产业金融 都比较熟悉 所以咱们的合作 就不仅是钱 而且是金融的 顶充设计 谢谢 来 高鹏 刚才有话 寒着没说 30秒看 能不能说完 讲 倒计时开始 没有 我确实没有什么 想说的 我就是觉得 这个行业 未来的机会 特别大 所以我就 什么都不犹豫的 我就满了 我觉得这个项目 以后的发展 是十分巨大的 就这么简单 云峰 客观的讲 我觉得 选高总还是对的 因为一个是估值 我觉得还是有差距 张老师推荐谁 这个我也赞成高总 这个今天做节目 看高总 这个 实话 对项目的判断 这个 画风都比较彪悍 对吧 就是买买买 尽管彪悍 但是说的很有道理 这是他们的建议 现场的观众 如果你是创业者 那这两位投资人 你选择谁 各位 请 投票 咱们可以看看 他们分别的支持率 嗯 62比38 这既是估值的差距 可能也部分得益于 高鹏最后 披露的那些信息 嗯 现在 你要走到两位投资人中间 最后的决定权 还是属于你的 来 最后的五秒钟倒计时 开始 选择跟谁合作 还是选择高总吧 好 那恭喜高鹏 谢谢 谢谢 好 当然谢谢石克星 谢谢石总 两位请坐 恭喜两位 希望合作成功 为什么我们 我会选择这样一个投资人 我觉得我们要选择一个 对我们要求比较高的一个投资人 那只有 只有那种 这样的投资人 才对我们 才会对我们 实在的是有些帮助 那会时刻提醒我们 不要做 兄兄会节目 在每周五晚上的21点50分 会在中央电视台 财经频道准时 跟大家见面 这个舞台上 欢迎所有有梦想的人 来到这里 来跟那些 同样 有激情 有实力的投资人 进行面对面的交流 我们希望促成 每一对 心心相应的 合作伙伴 现在大家看到的是 我们这个节目 唯一的报名方式 您可以关注我们的 微信公众号 和官方微博 很多创业者 在面对投资人的时候 其实是 会做一些准备的 就像 面试 求职 一样 那我们问一问 投资人 在创业者的身上 他们最看重哪些表现 我希望创业者是一个 有经验 有背景 而且呢 想做行业颠覆性的这种 雄心和壮志的人这样 我特别希望能够 从一名创业者身上看到 他有两到三句话 把他要做的事 他的产品 他的目标 说得很清楚 我喜欢一个创始人 跟我面谈的时候 显得特别有领导力 专业和专注 希望能够投到那些 骨子里面 喜欢这件事情的人 然后他们正在围绕着 价值创造 在展开他的创业 真诚啊 我觉得 真诚和热情 而且同时 我觉得肚子得要有真东西 因为你不可能 在那么短的时间之内 对一个人的全部 做出判断 而且我觉得这种 品格上的表现 可能更是重要的 一个方面 我是一个投资人 跟创业的交流的时候 我看中就说三句话 他能不能够 直达他的商业模式 三句话都说不清 他商业模式到底是什么 这个后面就没法交流了